這份數據來自菲爾迪更斯大學 他們在8月23號所公布的最新民調 你可以看到現在目前賀錦麗在全國有超過50%的支持率 是已經超越了川普的43% 而體越拉越開 但是我們今天稍微拆細一點來看 尤其是非白人選民的支持度 你可以看得出來賀錦麗是多達65% 川普的部分跟上一次的調查是已經降低了10個百分點 現在只剩下29% 此外這份民調還發現說 說自己是鐵民主黨或者是鐵共和黨 說自己都不是這兩種人的游禮選民 目前傾向投賀錦麗的占比是38% 而至於在川普的部分則是33% 接著還有包括了像是自認為是自由派的選民 在賀錦麗的部分是大勝 因為她以87%的支持率領先了川普的10% 接著自認是進步派的 更是以93%狠甩川普的5% 那最後你仔細看一下目前在這個選民支持者民調的最後一行 所謂的MAGA選民 就是希望能夠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選民 支持川普的高達了95% 這也是川普在這當中表現比較明顯的一環數據 不過這間大學的教授也說 其實如果你不考慮種族的話 你單看川普的支持率 現在其實獲得的數字還是很不錯 但是如果你把種族這個議題給加上去的話 就可以看到支持度明顯的轉移 因此接下來的時間 川普在種族問題上到底要怎麼拿捏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